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看到一單新聞,是一單算是風化案來的大陸發生。 根據新聞所報導,有個女生叫小妮,今年38歲,在酒吧上班十幾年。 最近老闆認為小妮的年紀有點大,不再適合在酒吧上工作,就解僱了她。 小妮心情譜約了幾個姊妹,一齊去大敗堂喝酒聊天,不經不覺來到兩點多。 幾個人就各自回家,小妮在自己出租屋的路上竟然被人看中了。 看中小妮的就是剛剛刑滿釋放沒多久的鄭某。 根據了解鄭某是因為盜竊罪入獄,剛剛放出來沒多久,因為經濟緊張想拿點錢。 所以就重操故業,怎知剛剛好就撞到小妮凌晨一個人在拆遷戶區的路上。 於是鄭某對她出手,本來想拿點錢就算了。 怎知她見到小妮好像生得不錯,於是就將她扯到已經拆遷好的空屋裏面。 不理小妮的反抗,就強行跟她發生關係了。 正當小妮在想自己要怎樣脫險的時候,怎知分多鐘,這個鄭某就完事了。 鄭某就搶走小妮80元正要離開的時候,這個小妮就開啟了一個嘲諷的模式,就笑她了。 她說妳是金針菇來的?軟弱無力,一點感覺都沒有,什麼感覺都沒有就結束了。 還以為妳有多厲害,幾分鐘就結束了,還好意思做這樣的事。 鄭某受到小妮的羞辱,竟然截反回去,對小妮進行一頓嘔打。 還說自己這麼大個都未受過這種氣,後來有路人預見報警,經過司法鑑定,小妮多處軟組織受傷,構成輕傷二級。 到底這一個金針菇鄭某到底怎樣判呢? 根據大陸的刑法,以暴力、脅迫或其他手券,強姦婦女的就處於3年或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。 而好像今次這個案例一樣,鄭某不顧小妮的反對,強行和她發生關係是侵犯了小妮的人生權益,是絕對構成強姦罪。 另外也有第二條罪,就是大陸的刑法第234條,故意傷害他人身體,處於3年以下有期徒刑,拘役或管制。 而鄭某因為小妮的幾句嘲諷說話,痛下毒手,故意傷害他人身體,令小妮多處軟組織受傷,也觸犯法律,構成故意傷害罪。 第三條是搶錢,搶錢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。 雖然是搶別人80元現金,但這個罪就不會理搶的錢多少,還有有沒有取得財物只要以一個非法佔有為目的,都會構成這個犯罪。 好似這單案件的鄭某那樣,就因為80元和分多鐘的爽快又要再入獄了,而且今次三條罪拼在一起,可能坐的年期都不短了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